昨天晚上 吉兰丹降下长命雨 造成当地有一些低洼地区发生水患 有关当局已经把受影响的灾民 以及住户搬迁到树散中心 镜头转向同样发生 水灾的登加楼中 在刮拉雾树地区 因为昨天晚上的大雨 加上沟渠堵塞 引发一场闪电水灾 造成当地有一段90米长的公路被水淹没 由于住家都泡在水中 民众只能卷起库管在水中步行 而路上的脚车和摩托只能涉水而过 目前该地区已经有6户家庭 以及22人被安置在疏散中心 以上เป็น sends筑星的火力 金正��度 给他的赚托多伯